浊西湘公所迎接明年的大分事件百年系列活动 在3号上午率先举办了大分事件的学术研讨会 邀请到花东两地布农族领袖齐老 还有学者专家来进行讨论 由于目前对于布农族抗日历史事件的记录 多数是以日本或汉族史观 因此会中不少族人也纷纷阐述了 祖先对大分事件的口传历史 现场相当热络 以祈祷小米蜂收割结束后 乡长吕碧贤带领全场与会人员 静默追思百年前大分事件中奋力抗日 惨烈牺牲的布农族祖先 为今天这一场大分事件学术研讨会来开场 接着由研究大分事件长达30多年之久的学者许如林 分享说明当初他们与大分事件当事者 跟后裔都有面对面交谈的口述 以及田野调查记录 将近一个小时详细说明后 现场包括大分事件 以及科西帕南事件的后裔 则反馈分享家族对此事件的口传历史 与学者相互交流 就阿里麦西帕叫Muras 嫁到我们卓乐 文艺的一个人叫Muras 就是阿里麦西帕的妈妈叫Muras 就是我曾祖父的一个妹妹 我曾祖父的老婆 就是阿里麦西帕的一个姑妈 或者是达尼姆 就把娃娃结婚的 所以以前进去大分事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因为科西帕南事件是纯粹是以家族的名义 去追着反局的 所以百人歧义这个东西 我要在那边做修正 因为我的老人也在讲 台湾原住民族历史 尤其布农族抗日历史事件的记录或阐述 多数都是以日本或汉族调查研究的史观 这一次学术研讨会 与会的部落领袖 其老甚至后裔 分享家族事件口传史 学者许如玲认为十分难得 鼓励也更期盼未来 能有事件后裔或布农族人观点的 大分事件历史记录出版发表 我很希望一个大分事件大家来写 就不止我这个算是抛砖引玉 而且布农族很内敛 还不会嚣张 还不会说我们赢了 很低调 所以到现在才慢慢被发现说 原来我们不会输给台湾其他各族的抗日 我们才是坚持到底 最后 最后布农族材 被骗说是什么 多小 即使是和解 所以我们很精彩 我想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历史要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过去的 乡长吕碧显也强调 希望透过每年的学术研讨会 邀请历史学者专家 以及部落领袖干部 真正认识并了解布农族祖先 英勇抗日的智慧与精神 甚至即时发表 呈现布农族史观的大分抗日历史事件 记者石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